好各位同學我們回到座位上來了 那任務一進來microbit光的能源單元 microbit光的能源單元 好那在這個單元呢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說 我們到底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我們要了解說 我們怎麼將microbit上的光值給讀出來 光值給讀出來 好那其實在microbit面板 我們看一下面板上的這個正上方這裡 正上方這裡你可以看到說這邊有分別5x5 總共25個點 這點其實就是LED燈 也就是我們在簡報上看到它可以亮出那紅色點的功能 那這個東西它從這個面板就可以感受到光線目前的值 光線目前的值 所以等於說各位就可以從這邊去給大家知道說 現在數值的改變 現在數值的改變 好 那我們看一下程式怎麼寫 程式裡面呢在這裡有分別有當啟動的時候 然後做顯示愛心等候0.5秒 好 那 這裡呢我們看一下 當啟動時 好 OK 那為什麼我會習慣這樣寫的原因是說 基本上我會希望先讓程式啟動的時候 然後先有一個等待時間 讓它確定說電腦已經開機開好了 就很像我們電腦剛開機 那雖然你已經寄到桌面了 但是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會比較慢一點點 那原因是因為它其實是先把畫面先給你的 但是後面的背景其實還沒全部執行完 所以我通常呢開完機以後我都會再等一下下才開始操作電腦 等於說我可能去上個廁所 或者是倒杯水之類的 回到座位的時候 欸就可以 差不多可以開始使用了 好 那就是我們會給它當啟動的時候先給它等一下 OK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就是直接顯示光的值了 然後等候0.1秒 各位可以看到後面寫的毫秒代表是千分之一 所以我現在寫500就是0.5 500就是0.5 然後我們讓它顯示 OK 顯示光線的值 光線的值 然後並且有沒有加等號我看一下 有 0.1 好 那我們再一樣再一樣 0.1 然後進來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進來Python程式語言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欸 它的一開始先設定一個 呃 呃 Icon 就是面板上的圖形 那這個圖形使用了一個叫做 Heart的愛心的功能 讓它等候500秒 好 欸 0.5秒 0.5秒 OK 好 執行的時候我們程式會從第一格 RUN到第二格 RUN到第三格 RUN到第四格 好第三格有沒有東西 OK 對沒有 好 那所以我們就進入第四格 喔 第四格 一樣先設定 喔 Forever 好的函式 然後再來 喔 使用 閃視Number 喔 Input 的 Level 呃 Light Level 喔 這個功能 Light Level 就是那個它的 它的光線值的功能 喔 將這個值的功能 把它 的值 存到 Show the number 裡面 好 怎麼看 因為你在這裡面的外框 有沒有看到還有一個框 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將得到的這個值 存到 欸 這個框裡面去做使用 所以如果我今天 欸 我不小心寫錯了 例如 我不小心把它寫成 這樣 存到這裡來 欸 對 它就是將 Light的值 現在存到等候多久 等於說它 呃 亮度多亮 它就等候多久 那但是 呃 沒有意義 所以我把它放回來 我把它放回來 OK 好 那因為也許 PASS它本身是不吃 這些文字的 它搞不好只吃數字 我們可以從這邊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喔 有沒有 它上面有寫 PREASE PERFORMAS SPACIAL TIME IN THE MINION 那請給我放 INT32 所以等於說它只吃 整數型態 好 只吃整數型態 那單位量詞是MS 好 這裡留給你寫 所以這裡沒有整數型態 它不是整 它不是整數型態 OK 好 它就會出錯了 好 好 那做好之後 我們就來把它顯 載到我們的板子上 那怎麼載呢 在這裡會有一個叫做下載的功能 按一下 好 按一下 然後你可以建一個你的資料夾 避免 好 亂掉 好 然後就存檔 存檔之後呢 這裡是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我們怎麼讓程式可以去啟用它 就是靠這個地方了齁 來我們仔細看一下齁 把畫面一樣切到這邊來 好 首先要請你們 將 呃 手上拿到的 連接MicroBeat的線 先把它接上MicroBeat 這樣把它接上去 OK 接上去之後呢 再來我們看一下電腦畫面齁 這裡 怎麼操作 直接滑鼠右鍵點一下 傳送到 傳送到 阿神我們沒有跑出MicroBeat 我們再來給它重新整一下 傳送到 欸 沒讀到欸 喔 好 不好意思 小蝦老師搞笑了 那個 我電源差一半 沒有差到底 這個地方喔 也請各位同學 我覺得可能要留意一下 就是可能像我一樣 不小心沒有差到底 好 然後 然後 傳送到 MicroBeat 欸就這樣 點一下 好 這裡你有沒有看到 它就顯示它現在的數值 那當我把它遮起來 那當我把它遮起來 它的數字就變小了 各位也可以玩玩看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你看打開就變700多 剛剛遮起來就100多 OK 好 好 那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好 我記得我 每個單元後面好像都有出一個小作業 好來 這邊來請同學們練習 將光的數值改成溫度的數值 那該如何做 好那這裡我給各位保留 3分鐘的時間想一下 好 好 OK 時間到了 好來我們看一下正解 沒錯 就是將溫度感測器的 把它放進來 好 然後改一下 這裡變成10秒 好 好 那就完成了 耶 恭喜各位 又突破了一個關卡 好 那 一樣 給各位休息10分鐘 好 那我們下一個單元 再來繼續囉